为了仇慕照顾植物人的基金 也希望能够鼓励孩子关怀弱势 创至基金会在母亲节前夕 举办了妈妈与我的公益亲子绘画比赛 丰围幼儿园国小低高中年几组 收件日期到4月15号 当场作品将放在光荣博物馆展出 欢迎各学校学子踊跃参加 或是小额捐款来支持植物人服务 为了仇慕照顾植物人的基金 也鼓励孩子懂得关怀弱势 创世基金会连续三年举办了会话比赛 今年特别以母亲为主题 举办妈妈与我公益亲子绘画比赛 广邀国小和幼儿园的小朋友踊跃参加 最主要这个绘画比赛 也是帮助我们花莲分会募集到宅经费的部分 我们统计过在我们创世基金会服务的对象当中 有将近六成的比例是妈妈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妈妈角色在家庭中非常重要 那一旦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一旦这个家庭经济倒下之后 可能母亲要担任一个照顾的角色 可能有照顾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也呼应到说我们创世基金会服务的一个理念 帮助一个职位等于帮助他的一个家庭 那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举办一个妈妈与我的一个绘画比赛 那也是希望小朋友呢 借由这场活动认知到这个善的意义 那也可以更加的关爱我们的母亲 也关爱我们的服务对象的一个家属这样子 那最主要是募集我们到宅经费的一个募集 妈妈与我公益亲子绘画比赛分为幼儿园组 国小低中高年级组 收件日期只得起到4月15号 将邀请专业评审选出优秀画作 得奖作品会在光荣博物馆十字物的二楼展出一个月 欢迎各学校的学子可以踊跃参加 或者是小儿捐款支持植物人的服务 借对绘画人士报道